2020盛盖博新春園优惠 2月8日在盛盖博士大纪元街区举行 中外各族裔民众 共同欢度中国农历新年 美国国会议员赵伟新 加州参议员Susan Robeau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洛杉矶郡郡长Kathryn Barger 盛盖博士市长浦军毅 廖清禾等四位市议员 盛盖博士西尔顿酒店经理Carol Bolt 美国英聋传媒董事长苏延涛 和Kaser高级副总裁Eugin Cho 出席活动并致辞 祝贺亚裔迎来农历新年 并祝福亚裔社区 在新的一年大吉大利 我们今年就是我们第六个 新年庆祝活动 这一年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sponsor和大家 支持这些活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 这个情况很严重 就是这边洛杉矶圣还是很安全 全洛杉矶圣才有一个case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就是决定这边这个risk很小很小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居民 请出来庆祝一下 今年是盛盖博士第六次举办新春庆祝活动 在今年春节期间 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疫情 让人痛心 目前来看洛杉矶社区 整个洛杉矶只有一例病例 传染的几率很小 盛盖博士照例举办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 让社区的秩序恢复正常 把社区民众请到活动现场 共同庆祝中国新年 让大家在安定的环境下生活 今年是我们连续的第四年 和盛盖博士政府合作 来一起推动盛盖博的这个春节的活动 尤其在今年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盛盖博士政府 能够为我们华裔 为我们的亚裔 来举办这样一个春节的联欢的活动 我觉得这具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今天的这个春节的这个园友会 能够有更多的人潮 更多的这个朋友 一起来共襄盛举 当天的新春圆优会 吸引了大量各族裔民众前来参与 大家除了享受各种中国传统美食外 还欣赏了美中文化协会艺术团 等社区文艺团队带来的 具有浓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表演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